好 请教一下帅将军 我们先来谈一下 美国总统拜登还照样在度假 因为他当然了 最近他觉得说度假还蛮重要的 已经安排好的度假行程 我后面好多事情要忙 好 但是问题这个时间 夏威夷的毛衣岛正在野火 已经造成很严重的灾情 那么结果当然也造成了 非常惨重的死伤 拜登始终都没有宣布 到底什么时候堪灾 结果还被大家拍到他自行车 在骑得很开心 还跟现场的人打招呼 然后甚至还有在海滩旁边 在那里很轻松的在度假 被问到灾情与探访拒绝回答 白宫发言人帮他讲 说他没有不闻不问 那么媒体很快可以听到 总统亲自出面讨论野火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的行程 11号的时候他搭机 到Lake Tahoe去度假 14号回答工作岗位 拒绝回答相关的提问 然后18号的时候 他其实是要去参加 刚才我们讲的美日韩峰会 参加完那个峰会之后 再到Lake Tahoe 不知道是不是又算是度假 然后停留到24号 你不想看这个时候 民间会怎么样的反应 因为大家觉得 有一种相对剥夺感 那边那么惨 结果你不但是自己度假 你还拨款 你去援助乌克兰 2亿美元 2亿美元 结果呢 结果就连美国都有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包括一个共和党的这个总统竞选人 他甚至说 毛衣岛的公民在自生自灭 话说的可重 这个我们如果看这个 毛衣岛的那个受灾的那个照片 真的我们就想到以前两部电影 一部基督教圣经的天火粉尘录 上帝打下来这个天火烧了 还有一个旁背古城火山爆发 那个人都逃到海边 逃到船上去都幸免 不能幸免 无法幸免 这一次毛衣岛不是 野火一直把海景房的房子都烧光了 老百姓都跳海逃生了 这个场面很惨烈的 毛衣岛是很漂亮的一个岛 这个拜登的 我觉得他有点政治上 有点短秀作的 你这个记者问你 你应该讲我已经下令 谁谁谁在开始展开救灾 我也协调党里面 民主党发动国会里面 什么救灾的预算 你知道不一定要你总统签去 那不像台湾的台湾很小 蔡英文一个钟头两个钟就到了 对不对 他那个五十几个州 对不对 那当然可是你处置要做的 结果来你跑去度假 就给人家一个相对剥夺感 对 那真知道你这个不知人民的干苦 尤其这个灾民到死伤 到九十几人在美国算是很严重的 还失踪一千人 对 失踪的人很可能就是死亡 他们的州长不都讲了吗 这个死伤可能还要再翻倍呢 对不对 因为这个这种这么大的风速 是 吹这个火 那人跑不过他的 对 我们在历史上看 在大草原里面作战看人家放野火 你跑不过你起码都跑不过那个火 他怎么办要自己放火先烧 跟你一样的速度嘛 你烧过来的时候我放的这个火啊 把后面的这个地控出来我就能成火 所以台湾老百姓不知道这个野火 在有氧气的风的强烈吹逐之下 你跑不掉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场面很惨烈 比以前那个洛杉矶那个 好莱坞那个火看起来 加州的野火 对 没有这个大 因为它是个岛嘛 对啊 而且加州野火也没那么多人口啊 对 没有死伤这么多 是 因为 昨天我去看节目 他讲 赖老师不是讲吗 他的消防员是内陆的一半都不到 对 三分之一 那你怎么来的 三分之一 你说开火象啊 对 这个这个都来不及嘛 对啊 因为而且他自己的法令 也不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对 房屋跟树林野草那么近 对 那风一吹 风吹起来还有那个炭火火星就到下面 又点燃了 是啊 所以当然这个选举期间 你看这个刚刚帅将军都讲了 这拜登是不是太没有sense了 所以你看连川普在这个时候 还特别录一段视频 然后对着镜头讲话 神情还显得似乎是 这个非常怜悯当地的灾民啊 就在说 拜登是面带微笑 对毛衣岛野火反应 可悲不应该发生啊 我们政府没做好准备 确实啦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检讨 包括什么 包括所谓全球最先进的警报系统 为何没想 竹竹拖了这么久 不只是慢半拍 已经慢了好几拍了 所以大家就在检讨 好但另外还有一个要检讨的是什么呢 具体来我补充一个 哎亮哥是什么 残酷的政治现实 是 夏威夷就是台湾的台南市了 哦 拜登上次得票 七成的投票率他拿到63.7 吃定了 所以他以为反正怎么样都会投给我拜登 是不是 对 都是投民主党的 都投民主党 韩类投票也会投 从来没有投过共和党 都是民主党赢 哇 这个 再补充一句 川普也是白痴 是 我要是他带着钱跑到贸易岛去救灾 是 你这六成的就翻了 他可能也不敢去 所以啊 这个是什么 不是 你做个姿态嘛 你这个 这个妆拔得多漂亮 对啦 没有错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刻 这个叫吃人够够啊 我们台语讲 太过分了 好 我回来了 拜登她说no coming no coming 那那个贺锦丽她说 我们不要耽误救灾 所以她也没有coming 好 好 但是呢 现在我们要先讲 印度的总理莫迪 现在他真的是雄心勃勃 他现在要进一步的要来 怎么在因为这个独立日 这个也是一个纪念日 莫迪就在全国演说 喊出了口号 而且承诺印度未来五年 躋身全球三大经济体 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我们待会说 不过先请要赖老师 现在印度中国军事指挥官 14号起在边境谈判 这是第19轮了 那这一次呢 所谓的这个中印的这个边境谈判 那我们要问的是 是不是有可能是为了 下个星期在这个南非举办金砖峰会 这个印度总理莫迪是希望能够 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赶快来一个双边的元首会晤吗 所以要来开始铺陈了吗 所以来来来 我们就赶快来一个中印边境的谈判 新一轮希望有进展 换得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吗 我倒不觉得是在进展五国 我倒觉得可能是在 希望他能够在那个G20的时候 G20 对因为是印度主办 那印度主办的话 如果主办国习近平没有跟他会谈的话 那他颜面挂不住 可是目前的情况 对话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时候 那中印彼此之间没有正式的对话 对 如果我们从新闻画面所看到的是 那时候习近平跟左柯威印尼的总统 正在聊天 而这个目的去插人家话 把人家抢走 后来左柯威就信信然就离开了 这很不礼貌的 那就是他在抢人 在赌人嘛 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军长会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结果 印度方一直说 哎呀这个双方都应该撤军 中国不反对啊 但问题就在于 印度说到要做得到 那印度通常都是说到做不到 所以中方一定是要谈到很清楚 因为跟印度不能够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那目前这次的谈判 大家预估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不会有好的结果 可是摆出这个姿态 其实就是想缓和中印的关系 是 缓和中印的关系 是创造在集团体 为什么 因为两个国家元首要会谈 外交部长要有更多的磋商 所以到目前为止 王毅跟印度的外长 并没有经过开始进行密切的磋商 那你想 这个下礼拜的金庄五国的会议中 那双方大概也只能够就场边聊一下 交换一下意见 没那么快 对 但是真正要谈事情的 那可能要在集团体 是啊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学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